好 我帮你一下 来 坐下 老爷 千万别叫我老爷 以后啊 你是我老爷 老爷 我们以前什么样 以后还应该是什么样 我是真的没想到 你也是 刘志航让我监视你 组织上让我保护你 你也不用感激我 我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有件事我很奇怪 一直没问你 什么事啊 那天晚上我调的睡觉药 是我亲手调制的 药性很强 我要是连这点小伎俩都应付不了 那也太对不起老板了 不过那位老板一定很伤心 他要知道他培养了一个 他的敌人肯定会大哭一场的 对了 我的身份 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那不是很冤枉吗 你才是最大的功臣呀 当然了 我也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对了 老爷 我觉得你最近 应该第一放着打刘志航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刘志航怎么不对劲 我总是觉得他的眼睛里 有一股杀气 杀气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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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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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珍 刘长官 找到华晓荣了吗 没有 华晓荣 应该已经回荣都了 继续找 把你能派去的人 都派出去 是 二小姐呢 回上好了 你去把二小姐叫来 说我有事找她 是 二小姐 对不起了 我只能送你 去见你姐姐 让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是 你 进来 怎么是你 等人哪 重庆那边啊 要过来一个朋友 有什么事吗 我来是想你汇报一下 商行失窃的事 商行的事我不管 你自己处理吧 没什么事的话 你先回去吧 这酒不错啊 我能喝一杯吗 有位重庆来的朋友 你是给二小姐准备的吧 你什么意思 金家的姐妹花 已经凋零一个了 你还想让另一朵 凌落沉泥吗 赢春楼的婊子告诉你的 谁告诉我的还重要吗 我知道 上一次你就打算找我算账 可惜你心慈手软了 这次不会再心慈手软了 这次心仗老仗咱们一块算 你怎么知道 我会伤害二小姐 她是我的部下 我爹已经到了荣都这 你应该知道吧 西川的大战一触即发 当然了 你并不害怕我父亲 因为你们两个人是同一个老板 老蒋想保住你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你怕的是金香玉 如果金香玉想杀谁的话 恐怕 谁也拦不住 所以 你就先下手为强了 难怪金香玉到现在还没有来 是被你给拦下了 你告诉她了吗 我要告诉她的话 你还有命在这儿 调制这瓶酒吗 我之所以守口如瓶 是因为我和如玉小姐一样 不喜欢战场 但是既然不可避免 我也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 你想杀我 别动 把枪放下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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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如玉的死 跟我也有关系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陪着你 把这瓶酒喝了 一起去见如玉 跟她解释 温潮兄弟 我们都是兄弟 何必自强残杀呢 温潮兄弟 温潮兄弟 你爹和我爹都正剩一个儿子了 何必于失去反当于温潮兄弟 我该死 我做了很多操事 温潮兄弟 我对不住你温潮兄弟 对不起 金老大只剩下一个女儿了 你为什么还不放过她 我 把枪放下 枪放下 王小姐 杀了她 她是党国的叛逆 你放心 我在这儿没人能伤害你 刘文昭 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杀了她 她要背叛当国 刘长官 今天的事 就这么算了吧 她是西川王的公子 也是我们的保护对象 刘文昭 今天可以不杀你 希望你以后 也不要再做出 伤害刘长官的事 属下尊重长官 是一个军人骑马的尝试 刘文昭 你先把枪给放下 今天我可以补杀你 但是我希望你今后 要像保护你自己一样保护金香玉 否则的话 我不会再有第三次慈悲 刘长官 你没事吧 回去吧 我多一句嘴 党国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千万不能为了私人恩怨 而做出丑者快 亲者痛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也不吝点赞 我会再来 老爷 谢谢你 谢我什么呀 你给了我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军火的事 连金香玉都有怀疑 刘志航不可能不疑心 由你设计的这出戏 他只会更信任我 刚才我真有可能逼着他 一块把那壶毒酒给喝了 如果那样的话 我们两个就算是一时俱焚了 他真的害死了大太太 如玉的死我也有份啊 只不过她的手段更卑劣而已 那小姐呢 她还满世界的找凶手 她应该没事了吧 我想应该没事 这件事我得谢谢你啊 要不你提醒我 我不会想到刘志航 肯定会孤独一掷 来对吉祥玉下手的 去吧 对不起啊 昨天晚上有点麻烦 没能按时来见你 我还困着呢 有点事让你说吧 我还困着呢 谁啊 老爷 好 老爷 该吃饭了 我不饿 没看我这忙着吗 你先吃吧 你这是写什么呢 那么多好的武器 能便宜了这帮牛鬼说什么 你不会是想 把卖出去的武器再骗回来吧 我可没本事骗回来 但是我能想办法给它抢回来 怎么抢回来 我没本事抢 但是我相信 跳到他们有办法 把这些武器给抢回来 给我闪开 你们来基本上少爷的 来 少爷 我 君座请您马上回去 这 回哪儿啊 少爷 请回安逸 回 我哪有功夫回安逸 我这忙着呢你看我 少爷 请 请吧 少爷 你怎么也跟他吵我那一会儿啊 你怎么也跟他吵我那一会儿啊 警长 敬礼 警长 敬礼 来 欢迎少帅 欢迎少帅 我爹呢 那边请 少帅 那边请 好 这个也是是吗 好 爷爷给查查 来 爹 都是你的了 爹 大爸爸 小河 听没听爷爷的话 你问爷爷就知道了 孩子比你懂事多了 好 大河 先去外边玩 爸爸有话跟你也说 是 说什么说 陈远和没告诉你吗 一定要打仗吗 你哪里都废话 想干就留下 不想干趁早混蛋 爹 刘文章 你可以不爱如鱼 但是你不能不尊敬他 不是 可如鱼 如鱼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打仗 可是他死了你知道吗 那么好的一个姑娘 死在这帮混账上里头 她就是因为不想打仗才死的呀 从以后要惩罚那些害死她的人 爹 我希望您还是三思 我自己决定的事情 还要你来更改吧 你不把如鱼当媳妇 可我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闺女 我闺女本身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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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让她们一面长个余颖 你真的决定不留下了 老爷子年纪大了 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指挥弟兄们了 陈大哥 我不瞒你说 我真的不愿意打仗 我也不愿意看到打仗 都想留 打来打去的干什么呀 军座也不想打呀 但是这场战斗 我们必须要打 弟兄们 没有把战争战争看作是兄弟相残 而是当作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应该拉着队伍 出去打小鬼子去 跟小鬼子拼去 那左手打右手有什么意思 少爷 你已经对不起少奶的意思了 难道 你还想第二次对不起她吗 我怎么对不起她呀 那如玉林中前说的什么呀 她不愿意再看到打仗 不愿意再看到 因为打仗在死一个人 爹 你的事我不管 我的事你也不要插手 也不愿意再有 你不愿意再说 你不愿意再说 你只能拒绝 你不愿意再认识 但你再听一点 你也不愿意再说 你也不愿意再说 你还是要是 你也要是 我 你也要不要 难道别让孩子走这条路 太残酷 太危险了 来 来 来 我跟你说啊 那批武器不能白白便宜着他们 咱们得想办法给它抢回来 看见了吗 这是一份详细的名单 看我干什么呀 我可没本事帮你们抢回来 容姑娘说得太对了 和你刘云长打交道 不被你气死 就被你玩死了 容丫头呢 好 我现在已经找到身份命令你 好 赶紧出去 陪我女儿玩一会儿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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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关上 我要跟范云长同志谈点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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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럴 看着你没事我真高兴 我想你了 文长哥 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了 好吗 我也这么想的 但是 但是你还真得马上离开戎都 为什么 柳志航是害死少奶奶的元凶之一 绝不得放了他 这种小人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窄了他还不容易 没错 这里是戎都又不是安逸 用不着找那么多规矩 算了 662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 给他留下吧 现在金香玉 已经知道你不是周永青的仪太太 他知道你是共产党 而且也知道 咱们拯救陆小和的全部计划 只是现在还没有揭穿我 他怎么知道的 他为什么没揭穿你啊 他这个人 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的 其实心思很缜密 我希望你带着陆小和离开 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小和年龄还小 他需要到一个 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还要读书啊 咱们只有这样做 才对得起老陆 那你呢 你 他已经不忍心了 你不忍心了 你不忍心了 他就会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就会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你呢 那是不忍心了 你不忍心了 我为什么要搞到这个地方 那是不忍心了 那就是要不要 你不忍心了 那是不忍心了 你不忍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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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刘老三又要起事了 他会不会已经会安逸了 不会 他这人不爱凑热闹 肯定和那个贱人在一起 我就奇了怪了 金家寨这么多人 找一个贱人就找不到了 二小姐别着急 我们已经在近里找了 找到以后 什么也别问 什么也别说 直接给我做了 是 回来 花享荣是共产党这事 刘志航怎么知道 这 这我也不清楚 我怀疑金家寨里 有刘志航的耳目 你给我查清楚 知道了 要找叔叔 三趴爸爸呢 他怎么不来送我呢 小和啊 三趴爸爸有他的事情要做 是做生意吗 嗯 做生意 养家糊口 和我爸爸一样 跟你爸爸一样 我们走吧 注意安全 好 二哥 六年前 我从这里搬了出去 我认输了 相信你心里都清楚 我为什么认输 行了 别说了 我刘老二不会认输的 我看咱们哥俩啊 就拉开架势 比划比划吧 好 那咱们就战场上见 等等 老三 都没有想要做 哪个人 调得要做 不得刘老三 你会负责 你不得了 你也知道 1933年 因退陈进了六年之久的刘吉祥 重新向西川王刘忠义下了战术 又一次拉开了西川军阀混战的帷屋 尽管刘文昭百般劝说不断调和 依然无法阻止刘家兄弟 一剑的血肉香菜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金家寨的虎狼之兵 没有加入到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乱之中 金如玉之死 成了极少数人心中的秘密 这场西川内战 一直持续到1937年 1937年7月 七七事变爆发 1937年8月 松户战已开始 1937年12月 日本攻占南京 直到欠绝人导的血性屠杀 中国ní процесс 乐天 民政 秘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天啊 越来越凉了 娘 二伯母 你还知道回家呀 你知道阿易是你家呀 我找我爹有点事 不许吵架啊 不会的 怎么会跟他吵架呢 我跟他打架了 这孩子永远是冤家 夫人 你有这贝勒 少爷说去找老爷打架 爹 爹 你回来干什么 我没时间和你拌嘴啊 我就是问问您 您跟二伯打来打去要打到什么时候 您要是再啰嗦 我就把你当共产党抓起来 您打仗打糊涂了吧您 国共现在合作了 把我抓起来 您送哪儿去呀 你还真相信老蒋 会跟共产党合作呀 老蒋那位人我比你了解 爹 爹 咱不讨论这事行吗 我就是问问您 您跟二伯打来打去要打到什么时候 他认输了我就收兵 不是他也一辈子不都不认输呢 那就耗着谁怕谁啊 爹 现在小日本 已经占了大半个中国了 您不闻不问 还在这里边打来打去的是吗 老蒋不说了吗 攘外必先安内 我得先把家门口收拾干净了再说呀 老蒋现在都明白了 都不让让这句什么攘外先安内了 不是您这还让让啊 他是玩心眼的 我是玩枪杆的 各玩各的 玩什么西川这么一个屁男的地方 您跟我二伯争来争去 争什么西川王有意思吗 你要是想拼嘴找你娘去 我 陈云和 君座 背车 去西约 爹 乖 乖 家里也不乱乱乱 人都到齐了吗 到齐了 溜溜二 现在是山穷水尽了 也蹦他不要几天了 我决定过几天给他最后一击 让他老老实实地回到马峰里去 你给夫人打个电话 晚饭不回去吃了 是 君座 三老爷的儿子文昭想见你 看来干什么 看老子的笑话 让他滚 二伯 我大老远的来看你 你就一个滚字把我给打扶走了 你出去吧 是 你来干什么 劝翔的吧 回去告诉你爹 胜败乃兵家常事 老子的人马还没被打光呢 让他死了这个心 二伯 我饿了 能不能管顿饭呀 来人 行了 饱了 对了 这给你 干什么 还交饭钱呢 二伯母让我带给你的 说是一个药方子 二伯母说呀 你常年在外边 那骑马打仗的腿不好 让你啊 照着一个药方子抓药吃 二伯父 您看一下 您呢 是妖机老损 我爹也常年在外打仗 也有这个毛病 温州 你是来骂我的 还是来杀我的 二伯 你说什么呢 我这么越来越听不懂啊 我实话跟你讲吧 这个治腰腿病的药方子 是你的媳妇如玉开给我的 很久没有用了 我不敢 也没脸用 也没脸用 说实话 一二伯这辈子害了不少人 可是我害了一个我不该害的人 温州 温州 如果今天你是来劝降的 我不会答应你 因为我跟你爹的恩怨 我们自己解决 你要是 要是替你媳妇报仇 二伯我成全你 现在就可以把我宰了 来人 来人 君子 温州 温州少爷是我侄子 他在这里不管做了什么事 都不要难为他 否则 以委堪军令论处 隔啥无论 是 出去吧 温州 你二伯说话算话 我对不起如玉 二伯 没别的 我做生意发了点小财 想请二伯吃吃饭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我不喜欢玩虚的 二伯 我不会来虚的 就这事 后天中午 安逸火锅王 咱们不见不散 二伯一世英明 号称西川王 我想 不会连吃门饭的勇气都没有吧 还有啊 好 我跟您说实话 我要知道这个药方的是如玉开的 我真不给你 温州 二小姐 你怎么回来了 你来干什么 好久不见我老丈人了 我来给他老人家请安 满蛋 秦家债部欢迎你 你怎么回来了 我明白了 国共现在合作了 所以你跟刘志航两个人都失业了 你呢只能回来做你的烧寨主 对啊 我是打算做烧寨主 你呢想不想当驸马爷呀 我早就金家债的驸马爷了 而且还是你姐夫呢 行啊 那你进去看看 看人把你当驸马爷 可是哪都宰了你 宰了我 这么多年了 这金家债的人还记仇呢 如果我告诉你 除了我 这里所有的人都想宰了你 你信吗 我信 那还是麻烦你 进去 给我老丈人通报一声 就说 我来给他请安来了 走吧 宰主 干嘛呀 金宰主 你来干啥子 爹 是这样的 小旭我呢做生意发了点小财 所以想明天中午 在安逸的火锅王请您吃顿饭 这是请柬 丁眼 不是 你闭嘴 你干嘛呀 不管怎么说呢 反正我这请柬呢 已经送到了 去和不去 明天中午 我都在火锅王恭候大家 刘文章你给老师听到 老师不会投意让你当老师的二女婿 你有病吗 你给老师滚 你给老师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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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